哈喽大家好 现在这时候上山呢 真是一天一个样啊 你看山里的这个树叶啊 草叶啊 一天皮一天绿 而且还瞅得挺好看的 这心情还挺好 慢点啊 哎一会正好喝点水 慢点啊 这河比较快 东西闹肚子我快告诉你 哎呀可了 哎刺儿了 哎这一片 哎这一大片都是 哎呀 这绿油油呢 这小叶 你看往那边走 那边躲 哇塞真过瘾的 哎前面厚 这边厚 哎这边还长得大呢 我的天哪 真好 这个东西啊 只要你发现了 一发现它就是一片啊 一大面积 都是成片的 不是说成磕的 只要找到一片 就是够散的啊 就今天就没白忙活 真好 看这后面这一片啊 真多呀 哎你看它这根 你看 挖的多长得多深 这边长得深一些感觉 但是葱好啊 是吧 嗯 它长得越粗根扎得一深 对 昨天啊有好多朋友说 颅梨是不是就是山葱 山葱就是不是颅梨啊 其实不是的 你看啊 它这个就是颅梨 长的是这种的 对吧 这个就是山葱啊 你看它俩长的 山葱长的是这种 颅梨长的是这种 小的时候呢 叶子非常的像啊 但是长大的时候 它就不一样了 主要看它这个根 还有它这个叶 是个区别就出来了 所以有好多一种 就是把它当成山葱去吃啊 但是它这个毒挺大的 有毒性 所以千万一定要分清楚了 其实很好分辨的啊 你看 差距非常非常的大 你说万一 我吃中毒了怎么着 这个可不敢吃啊 这个绝对不行 这个能吃啊 干活 多刨点今天 刨挺好刨啊 就是抠挺费劲 还怕把根给拽舌了 这时候上山找这个山葱啊 山野菜特别的好找 因为它这个山葱出现的比较早 顶雪长的嘛 所以就是说 现在草还没长出来的时候 不高的情况下 山葱都已经一眨高了 离远一看啊 绿油油的一大片啊 指定就是 你看现在这种 一些这种草叶呢 都特别的小 小草都没怎么发芽 有的才刚刚开始出来 但是山葱啊 它就已经这么 就已经这么高了 你看 是不是挺好区分的 主要还特别好丑 这时候上山是最好的时候了 这时候跑山啊 在邻居 山里一整就会遇到熟人啊 都是跑山的 看这个大娘也在这儿 挖山葱呢 大娘你也知道这地方是吧 我说你也知道这地方啊 都知道哈 都知道 我问他 这里头啊 是吗 看 这脚多好 没啥玩意儿的 那不好抠了哈 都来踩 就是太少了 我们这时候上山呢 经常能碰到人啊 因为到这个季节了 我们也是指这个季节挣钱呢 所以就是跑山的人呢 特别的多啊 一整就碰到人 这时候有一样好 不容易蒙山 而且人多还不害怕 哈哈 在这就遇到大爷大娘了 他们是别的村子的啊 不是我们一个村的 但是围的围的山啊 你知道这个地方 别人也知道 所以都来一起踩 这根的真大呀 这根连的点 对不好歪一些 但这样摘回家好活啊 那也不能带土啊 你带土多沉啊 你回家摘好活呀 没有回家再抖了一下的 这样的好活 好活是好活 他他生命力本来就顽强 就是你带不带土 他能活 有土的就活了 跟葱似的 别惹我啊 护你脸大你 哈哈哈哈 我闲的呀我这年 之前给你扔山上 你扔山我找老虎咬你 现在老虎都出来了 不知道吗 过两天就熊出没了就 过两天熊就出来了 一上午的时间 一大筐已经完事了啊 中午了回家吃个饭啥的 这一框你得有三十斤吧 三十多斤吧 这好 看脚润脚润的 来点 给我背吧 你背不了 拿到了 我背 你背啊 嗯 背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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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事 回家了 帮我妈 给我留个关注啊 再等几天上山采更好的山野菜 拜拜 靠我的手 拜拜 没听过 我 我 我们 要 我